这个欧美很流行的 有点太过性感 超漂亮 我腋下的这个长度 我那时候逛她的边 我以为她的衣服很贵 在家里休息 如果你要跑的话 嗨大家好我是May 欢迎来到我的YouTube Channel 今天呢想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些 我私心喜欢的运动穿搭 为什么突然要拍这一集呢 因为现在就是一个无法出门的时期 有了这些酷东西 也不太能穿出去秀给别人看 所以我只好拍这支影片来秀给大家看 照理来说在这种不能外出用餐 也不能旅游的时期 花费应该要减低啊 但是在May身上好像恰恰好相反 因为可能自己想要消费的心情被压抑了 所以反而网购的时候 手会更痒 或者是外出难得可以逛街的时候 就会大买特买 不知不觉 花的钱还比以前更多啊 但是令我很高兴的就是 我最近新购入的一些好物 都是我自己真的很喜欢 所以今天的影片 就要来好好的跟大家分享 那如果你对于Bread Leggings 或者是动风要怎么穿搭的主题 有兴趣的话 就跟着我看下去啰 好 那在分享穿搭之前 想要跟大家update一下 最近的训练状况跟体态 因为最近其实 我的体重有上升 前阵子51公斤 然后现在大概 53公斤上下 没有为什么 就是因为 变得比较想要吃东西 然后可以就是比较随心所欲的吃东西 所以有时候一天 就会吃超过2000大卡 那因为我最近呢 就是也是想要好好的微增肌 然后特别多去锻炼我的腿 不然我觉得之前就是 一直在赤字的状态 好像自己的肌肉量有点流失 所以目前算是一个 有在微服增肌跟饮渝的状态 所以如果影片中 稍微有点浮重 请大家多多包涵 不要太害怕 第一套我搭配的是 Nike最近新推出的 超好看的白色的扭结上衣 那这个上衣它里面是没有内衬的 所以里面穿了一个比较浅色的一个bra 它材质比较薄 所以如果你穿深色的话 你的bra可能会露出来 下身的话我搭的是 Champion的短裤 那我很喜欢这个设计 就是它有微微的露出 这个Champion logo的纸袋 这个短裤呢 不是一个很短的那种热裤的短 而是一种大腿中间的这个长度 所以我觉得它有点像那个 拳手会穿的短裤 其实这是我第一次买Champion 然后我就觉得 其实Champion也不贵 风格也蛮酷的 就是一种年轻的潮流感 一个白色的帽子 第二件呢 是我在ZARA网购的白色的POLO 3 那这件白色的POLO 3 它虽然我觉得 它材质有点偏厚 那种棉质 没有特别做海汉的功能 但因为我很喜欢它这种 短板 然后显身材的设计 下身的话 会喜欢这种欧美很流行的五分裤 那我穿的五分裤呢 是LULU LEMON的 之前好像也在穿戴影片有介绍过 它是走一个快感的材质 那因为很多五分裤呢 它们都很平价 但是我觉得还是LULU LEMON 它的包覆感跟支撑度都非常好 这一件也是我私底下很喜欢穿的裤 那帽子的话 我戴的是HUMA的这一顶卡其色的帽子 然后背上 就是也是我最近在LULU LEMON买的 那那个时候 疫情的时候它们声音没有那么好 所以它们实体店有在打折 然后我就发现了这个小背包 它可以放手机啊零钱 然后因为容量蛮大的 所以有时候我要出门带相机的话 也可以把相机带进去 对啊 它那个时候有优惠价 所以它原价是2000多 但我买的时候才1300而已 所以大概得了1000块 那下一件的话 也是我在Nike门市买的 这一件那时候买也有打折 你看它的吊牌还在 因为我根本没有机会穿啊 記得打完折 也差不多1000出头而已 它的设计还蛮简约的 很多人会想要问它里面有没有内衬 no 它没有内衬的 所以里面还是要加一件bra 卡其色的渔肤帽 卡其色的渔肤帽 哈啰 其实我也是最近才开始接受渔肤帽 就是以前根本不会戴渔肤帽 那我戴的是 Tommy Hilfiger 也是我前几个月买的 这个包包 我超级喜欢 这是我最近入手的小CK的腋下包 什么是腋下包呢 就是它会 刚好卡在我腋下的这个长度 常常会望东望西的人 我觉得这个腋下包让我非常的有安全感 因为你就这样夹着 然后你的手机啊 东西什么的离你很近 你就会觉得好像东西比较不容易丢 超漂亮 复古白色半月包 上面的一些金属的扣环啊 跟拉链 我觉得都非常的有质感 它的皮呢 我觉得摸起来就是那种很滑 但又不是那种看起来很廉价的皮 你想要入手腋下包 还蛮推荐这一款 好 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我很喜欢的bra top 那这一件bra top呢 也是我常常被问 但我觉得它没有很适合在我的运动影片亮相的一件bra 因为它有点太过性感 然后比较低支撑的bra 所以它没有很适合高强度训练 就是它比较适合做一些静态的重训可以 就是如果跑跳或者是跑步类型的话 就没有很适合 但重点是我觉得它的设计真的是太少了 就是除了这件卡其色 它也有像是绿色啊 基本款的颜色 所以它非常的适合当那种隐约的 有点性感的内搭 我在中山站逛街挖宝的 那它是一个有点休闲的 薄纱感的那种长袖 然后这个品牌叫做Iris Garden 我那时候逛它的店 我以为它的衣服很贵 然后结果发现 我靠它超平价的 它在中山站跟东西都有店面 在旁边买一个啾啾 它会这样子隐约的露出来 我觉得有一种心机又可爱的感觉 下身的话 这个也是我最近很喜欢 就是之前跟Lululemon合作 然后我就说 我也很想要这件灰色短裤 所以我就获得了这件 很居家style的灰色短裤 它不是说到很短的那种 还是可以包住屁股的下缘 是一个很舒服的穿搭 那如果你想要更 有一种搭配感的话 再加上一款的发带 那这个发带应该很多 那种卖日韩的那种有卖 像这样子的一个 一款的发带 现在背的是 大概两年前买的吧 Stella McCartney的 算是我第一个人生中的名牌包 那因为Stella McCartney 她的理念很棒 然后又是一个 我觉得很 有自己想法的女性设计师 所以我很喜欢出的一些产品 那我觉得她的质感非常好 好 那再来这一件呢 她是 All Saints的 男版上衣 我自己也蛮意外 我竟然会买这种T 那因为可能现在在家里的时间 比较多 所以有时候就会 比较想要买那种宽松版型 oversize的衣服 那我觉得这一件 她的正面我觉得还好 就是很一般黑灰色的上衣 但是呢 翻顾也很有风格的一个刺繡的设计 那我买的已经是最小号 那你还是可以看到她的长度 有一点点长 那当然如果是在家里的话 我可能就是 让她随意的放下 如果要出门的话 我也是会在旁边 这样绑一个Juju 那因为是男版嘛 所以她这边的秀场 还蛮长的 把它绑在这边 它就很像一个boyfriend 穿男友上衣的风格 那Old Saints的话 它是英国伦敦很知名的品牌 哇 我那时候去伦敦的时候 第一个抢着要逛的就是Old Saints 因为她的那种 都伦敦的设计 就是低调 然后又时尚的一种风格 当然她的价位 不算低 一件衣服 或是一件T恤 可能要好几千块 基本款的T恤 可能就要一千多块 所以算是一个 我蛮可以接受的 一个T恤的范围 我觉得质感也蛮好的 那接下来这件OFEN的BRA TOP呢 是我前两天收到TAMJOIN的新品 那这个新品呢 它甚至还没有上架 所以是热腾腾的 然后被熟度公开穿给你们看 那因为前面的一些TOP 它里面都没有内衬嘛 所以这件TOP 完全就是为懒人女孩设计 就是你穿上去呢 它就是一个短板的 藕粉色的BRA TOP 然后里面是有内衬的 那我个人是觉得包覆感也还不错 虽然不是说到一个会让你有爆如效果的那一种内衬的感觉 后面的话 虽然是有一些巧思的设计 就是它是这样子 稍有支撑感的这个BRA TOP 那当然这个BRA TOP还是比较适合在家里休闲 或者是做一些比较静态的用途 因为如果你要跑跳的话 这种BRA TOP的支撑度还是没有很够 那我背的是我在All Saints上面 也是打折 才买到的象牙色的信封式的厂家 里面它是可以放钞票 但是它不建议放那种厚度太厚的 因为它就薄薄的 就如果放钞票零钱 手机是OK 没有问题 那这个包啊 那个时候我买的时候原价7200 然后打折5折 后市3600 然后我就一直觉得很心动 但一直没有下单 直到我又再看到 哇 它的库存怎么只剩下两件 所以我就赶快下单 那送来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还蛮高兴的 因为就是非常的有质感 说到我最近喜欢的BRA 应该就是这一件LULU LEMON 藍绿色的BRA 是我最喜欢的BINI 那我觉得最近好像还蛮流行 这种镂空的这种设计 就是它不至于说太露 但是就给你一种隐约的性感的一种感觉 然后我觉得这个蓝绿色呢 在夏天穿真的非常的亮眼 而且它旁边的包覆感 其实算是蛮好的 以支撑度而觉得意外的 算是偏向高强度 那说到LOKON BRA 这一件的TING JOIN的LOKON BRA 也是我非常喜欢 它是有一个拼接的效果 所以我觉得穿起来也非常的帅气 又带有一种女人味的感觉 好 那再来呢 我超级推荐的BRA 就是这一个 藕紫色的BRA 那不仅颜色深得我爱 因为我就是一个超级喜欢芋头的人 所以有藕紫色的东西我都会很喜欢 这一件呢 它是属于NIKI的SOUCH BRA 什么叫SOUCH BRA呢 就是它是一片是内衬的 不用担心你里面的内衬跑味 然后它的支撑感跟包覆感都是非常的好 然后即使你是大胸的人 你也不用去担心说 会不会露太多乳垢 因为它上面领口的位置是偏高的 然后小胸的人也可以营造出一种 胸部感觉蛮丰满的一种视觉氛围 然后我觉得它这副乳的效果也很好 那这一件OZ色的话 它有特别去做这种交叉款的设计 所以穿起来超好看的 那这一件呢也是NIKI新推出的SOUCH BRA 我很喜欢的是它的天蓝色 这种粉蓝色的感觉 超好看 尤其是像我这种黑皮肤啊 我觉得白皮肤的人也蛮适合的 黑皮肤的人穿就更有一种很健康 非常的衬妥的小麦色 那它的LOGO呢比起刚刚那一件 它的LOGO是比较小 它里面也是属于NIKI的SOUCH BRA 一片是内衬非常的高支撑跟高包覆 后面的话它比较基本款一点 就是它没有那个角叉的设计 那我个人也觉得超级好看 就无论你要配白色的裤 或者是黑色的深色裤 都还蛮好看的 那这集的影片就到这边啦 希望你喜欢这次的分享 我个人是超期待解封之日的到来 我不是指那种微解封 或者是那种终于可以好好的在餐厅用餐 然后就不用戴口罩 完全不用顾虑一切 好好的出国享受等等的那一种大解剖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啦 如果你想要看到更多这种生活事 或者是穿搭的分享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喔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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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